所以這個地方我就把它改寫成 把上面這個地方改寫成回圈 那回圈的話就寫成這樣 forJ等於0到uBound 然後把陣列最大 所以它這個最大值就2嘛 所以呢 0到2 那再來往下放的話 那這邊可以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J J從0開始 加3 為什麼加3 因為我要從這個G3開始放 然後呢 它下一個就1嘛 所以1再加3 那就4 所以345 分別放這個array裡面的0 0的話就第一個資料 就是函數進階應用 第二個的話就是VBA入門解說 那第三個就是VBA資料庫 OK 所以把它執行 那理論上應該會放到這邊啦 有沒有 1、2、3 沒問題 可是喔 這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這個J加1好像比較不好理解 所以其實我的習慣會這樣 這個地方乾脆弄個K算了 為什麼弄個K 其實K的部分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K如果讓它再下一次的話 那就K等於K加1 意思是說讓它往下 那K的值從哪個地方開始 你可以在上面增加一個預設值 什麼預設值 K預設值從2開始放 從3開始放 那你就寫成這樣子 可能會比較好理解 而且K其實還蠻好用 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加一個K 它具有那個 穿針引線的效果 OK 如果這樣再跑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 K等於K等於3 所以按F8 K等於3 然後切割完之後 幫我一個一個把資料帶出來 放在 DK 所以G G3 所以這個地方 會放在這裡 也沒錯 然後K等於K加1 是往下放的意思 下一個 所以K變4 再往下放 有沒有 這樣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下一個要放哪裡 用K相對的比較簡單 好 那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只有完成一個 那如果其他一個怎麼辦 其他一個很簡單 就是呢 這個地方跟前一題很像 就是必須要 因為剛剛只有一個 那如果其他全部的話怎麼辦 你就是再跑一個回圈 把他每一個全部跑完 然後並且做一樣的事情 他就會全部幫你往下放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說 跟他講說 把全部的資料 幫我跑一遍 那全部的話 就是for 全部就用I好了 I等於 第二列 到 最下面一列 當然你可以用Ctrl向下去找也可以 Ctrl向下 到哪裡 到28 拿到28 拿到28 或者你用向下追蹤也可以 Enter兩下打個Nest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快要完成了 那把這個什麼 把這一段中間的程式 拉到中間 跟剛剛一模一樣 就是 裡面迴圈先寫好 再把外面範圍設定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把它拖拉到裡面來 記得一樣的方法 按個TAB鍵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可能還要 改一個很重要的 程式 也就是這個K K如果你沒有改位置的話 如果你想是現在這樣執行的話 它會變成怎麼樣 它會先跑3 不對,我們應該先從2開始放 所以這邊請你把它改成2 因為我要先放在G2 一直往下放 但是如果你 放的位置不對的話 比如說你放在這裡的話 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K等於2 然後它第一次會放 K等於K加1 奇怪 這個出來結果 G 現在 輸出 有 放 先把這些先刪掉 再一次好了 停一下 我們按F8好了 K等於2 然後呢 我們先輸出一個 對,第一個是函數金 這沒有問題 K等於K加1 換下一個 不對,這邊要改 這個要改成I才對 剛剛這個 這個沒改的話 它變成一直都是 去抓那個第3個 那不對 這個再跑一次 F8 然後先抓什麼 函數 進階應用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那這個有個問題 因為你如果K放在這裡的話 它怎麼樣呢 它跑回去之後 K又 本來K等於3 你又恢復成2了 所以一直會變2 所以記得這個K的位置 請記得把它搬到最外面 也就是放在 4回圈的 這個位置 這樣才會是正確的 OK 所以這個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 特別的小心 因為如果你K寫在裡面的話 那會造成什麼 它每一次更新 它的K的值 又永遠變成2 一直在2的地方 徘徊 那就錯了 好啦所以喔 最後的話 這樣應該就 就成功了 那我們把這個多餘的程式刪掉 所以喔 這個是第 2列到第28列 這個範圍 那裡面做什麼呢 幫我切割之後 往下放 加1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地方先清空好了 你可以看到 把它Run一下 應該這樣OK的 所以寫完最後 乾淨的結果就這樣 城市大概只有 沒幾行 大概就只有 二、四、六、八行而已啦 OK 執行一下 先切割第一個 然後再來 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就是這三個 然後因為K加1一直往下放 所以先函數進階應用 然後再來就VBA 再來就是 資料庫 然後再來的話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就四個了 所以這個array應該裡面有四個 所以一直往下 一個、兩個、三個 一直類推 所以全部把它跑完 好 理論上你把它Ctrl向下 跑到大概141 應該 就是我們要的 OK 所以喔 城市 寫完的結果 基本上就長這樣 大概 裡面的部分 就是剛剛的東西 那外面這個就是 從第2列到28列 OK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地方 試著寫寫看 這個城市 我在雲端上好像也有放 差別就是說 這個地方好像有向下追蹤 這個地方我是沒有向下 我是用 直接去追 直接去抓它的位置 OK 那其他的話 就是K K的位置 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記得放在外面 不然你放在裡面的話 他每跑一次又把它變成2 那這樣子永遠 都會回到2的數字 那你放的那個資料也會被蓋過去 OK 那請各位 試試看這個部分 最後寫完之後 其實 最後完成的城市碼 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 假如說你對那個剛剛的城市 有點 記不太起來 你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 這個什麼 Google四串 表 複選 資料切割城市 這邊其實都有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地方 比較特別的應該 應該不能叫特別啦 就是說 還蠻常用到那個K 我覺得那個K還蠻好 因為K真的是 簡單又好用 像我前面好像蠻多城市都會蠻喜歡用K 這個K的意思 主要就是說你一直讓他往下加1的話 其實K等於K加1 這個敘述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因為之前我用了很多方法 但是我覺得好像用這個方法 最簡單最直接 所以寫出來城市不多 大概就八行城市 就可以把整個資料做切割 那最重要的 重點就是用那個Splitter Splitter哪一個資料 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用 切割的符號是哪一個 就可以幫我切割了 裡面的話 會多用到一個叫 Bomb U-Bomb U-Bomb 可以幫我查一下 這個陣列呢 它那個最大的所影值是多少 如果有三個的話 那理論上就 就減1就是2 如果有四個的話呢 那它最大值就3 因為零開始 嗯